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2018年下半年究竟哪個星座討花最旺 或財運最發達呢 你有沒有上榜呢 趕快按下連結 就可以訂閱我們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我會告訴你答案喔 我們來看看你的皮夾 好 海軍皮夾 我的皮夾 我選的皮夾都是 我自己認為是我的幸運色 然後 綠色 對 綠色是我的幸運色 好新喔 可是我一直都有在拿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背一些 小包包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用短頰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配一個紫色 妳幸運色不是 妳自己認為是綠色 它帶著裡面是紫色 對 聽說這個紫色可以 會發紫 對 真的 然後股票發綠這樣子 沒有啦 沒有買股票 對不對 然後就是一個舌頭 就是有諧音就是 什麼都好 什麼都旺 對 對 就選了一個短頰 我就選這個 然後長頰 H牌 對 這H牌它就是左右對開 妳好像是開的 左右逢圓 對 左右逢圓 左右逢圓 但是左右很難開 有一點難開 就這樣不會掏錢出來了 對 妳是不是每一個東西 比如開每個門 都要一個諧音 比如說都一定要 比如說這個兩個開 就是左右逢圓 對 那什麼都 好像用之前要來句吉祥話 對 來句吉祥話 對啊 真的 妳帶那麼多紅包幹嘛 我跟你講這個紅包 我一直以為 我算是裡面最迷信的 但沒想到 輸了 對 遇到芳語就輸了 有 就輸了 其實有一個紅包 怎麼那麼多紅包 簽一個一個介紹 應該是把符都用 用紅包出來 我這張紅包裡面有一張符 然後這一個符 是紀公師傅為我畫的 然後這一個符裡面 有招財 有招人員 然後什麼都招 然後這個是婆婆 每一年都會給我們 小孩子的押稅錢 然後要放在枕頭上 是給小孩子還是給妳 就是婆婆走了嗎 還沒走 身體健康 不是 因為我拿過爺爺的 那叫什麼 那是首尾錢 那不一樣 底片只有一個就是銅板 銅板 或者是100塊 或者是200塊這樣 超強 超有效 真的喔 而且它不能花掉 不可以 對 因為就10塊 不能花掉的就是 對 然後那個 對 長輩給我們的 每一年過年 要給我們的押稅錢 就是要幫我們填福 填財 他就壓在那個枕頭 然後要過了 農曆 氣氣49天 沒有 不用氣氣49天 元宵節過了就可以拿起來了 放在皮夾 對 然後這一個就放一些很少 就是外幣 外幣 為什麼要放外幣 就是例如說你希望能夠 你希望能夠進軍到哪一個國家 賺錢的話 那你到哪裡去 到哪裡都可以 都可以賺到哪裡的錢 就是賺四方錢 然後還有就是自己呢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星座跟爸媽 原神 原神 像這個我就是 我就是屬於成才將軍 然後就很順利這樣過一年 然後每一年都要去換新的 那它這個照片要去哪裡拿 我這個是在那個 宋山楓天宮拿的 所以每個人就要 你去問廟裡就說 我的守護神是誰 他就會告訴你 不是 你自己找 你說74年 像我74年次嘛 然後就找得到 上網查就可以了 對 不用上網查 你去公廟走一圈嘛 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好 廢型的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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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